普通有人丟水溝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太急了太急了 等一下血条还没出 血条还没出老哥 我看你们是很急喔 那么干净的 在急什么在急什么 欸不是大家都不听我讲一下话吗 不让我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怎么了 梅子多多是谁啊 缺点10分订阅喔 不是我想说跟大家那个讲一下 今天是早上的时候开对不对 你讲你的我们送我的不冲突 不是赵德你刚刚那个血条没出 他这样子没算到啊 不是太快了吧 哇靠 这个怎么跟早上的速度好像真的有点落差 早上是真的有抓到欸 肥肥无份订阅 肥肥你是哪一位 干涉不了我一定要来稽查一下各位 2022年2月15号开始追随 是不是就是去年的下班台开始追随的 你说我们这些下班台的老朋友们又回来了 好久不见了 时隔一年你再次看台 没想到又是在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情况下见到各位 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该说怀念吗 还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说不出来 请求主播开下班台 你这个ID又怎么样了啦 现在就在下班台了 吵什么吵啊 今天可以刷记录吗 怎么可能啊 8分钟了老哥 不是喔 那个真的太夸张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道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就一开台然后 一个眨眼 然后蛤我就要下班了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他那个真的就是我一醒来 然后哇靠干嘛 世界末日 然后就关台了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普拉达的赘述传说很难答过 当然喔 他也是在我们这边是个传奇喔 普拉达怎么在 你不是去接瑞宝他们了吗 阿普拉达 在贵宾室好好招待我们的贵宾瑞宝好吗 大哥 久仰久仰 好久没见识过您的火力了 难道这个火力又要重出江湖了吗 刚刚还有疫情对不对 不是太快了我根本看不到有谁 阿秋 阿秋不是下午又有参与阿秋不用上班你 老薛 为什么这个时间连四皇都在 四皇好久没有齐聚一堂了 这是什么年度盛会是不是 一年一度四皇会齐聚一堂在这里 一起召开会议 很久不见的四皇平凡阿贤 这个四皇怎么也回来了 四皇同学会喔 一年聚一次 我现在好像看到一个圆桌在那边 然后有一群大哥们围着这个圆桌 每个人的姿势是这样 然后好像在讨论着什么超级重要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 是在下班好不好 哇豆腐羊 四皇 到底有多少个四皇 今天多久 我不知道今天多久 我是觉得暴离服 恭喜打到妆了 今天的妆是月曦操政签名照 哇这个写条竟然不够撑吗 在四皇面前这些写条都是虚设是不是 已经OT了 不要再送了 已经OT了 救命阿 王已经躺在那边抽虚了 Oh my god 你的阿 我的阿波洋 超羊 我看你是很想版德喔 我们好像是四万的时候要版德 我看你是很想版德 好游天下 二十分订阅 不是五十分又怎么阿 欸我 不是我今天超夸张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下午去那个 掉虾场 然后外景节目吗 然后就有一些时间 应该是要给大家 两组的人马尽情发挥的 我就走去门口那边呼吸新鲜的空气 然后结果我就站在门口 在那边吹风嘛 就有一个人走过来 然后就说 玉兮请问是零杠3了吗 哈哈哈 那个路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ID是谁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他 他就直接走过来 玉兮请问是零杠3了吗 今天是要迎接零杠4了吗 我不知道是谁 我没看过 我也不知道他ID是谁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 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听错了 就是怎么会有人跟我讲这个 他就说 诶今天那个 节目结束之后是有要下班吗 还什么 他问的超级细节 感觉好像是想要跟下班台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聊天室 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你是哪一个人吗 干反正我就觉得超低能 我们就明明是去一个 随便一个钓虾场 随便一个场地 然后竟然会有人这样走过来跟我说 运机率0-3咯 呵呵呵呵呵呵 既然没有台风降 主播也早要点下班休息吧 不是 如果你珍惜我的CD时间喔 我今天已经少开一次了 没办法 我要准备节目喔 明天应该大几率也是要少开一次 今天下午工商辛苦了 不...不辛苦啦不辛苦啦 还好啦 没有啦 没有大家想到那么辛苦啦 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急着让我下班喔 普普通通 哎呀不是啊 每个人工作 谁不辛苦嘛 对不对 大家也都是混口饭吃的 大家也都是用尽生命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啊 对不对 不会怎么会 怎么会 跟大家比起来是哪算辛苦啊 不会啦 还好啦 相当感动 还有自主订阅 老天爷终于睁开眼了 这边还有自主订阅的朋友 我才说你自主订阅 你就收了4块 你也等我把话讲完 我就再说你... 打一个combo 自主订阅 我再收20分 打一个combo 卡住又怎么了 大可恶 大可恶 一人一订阅帮月希下班 她下午3点多开始工作 直到现在回家 还勤奋开台请让她关台休息 不许要用世界瓶在这边给我讲这种花木公羊 不要在那边乱用世界 不要玩世界瓶 普拉德 你怎么回来路 高雄市长齐麦是谁啊 高雄市长关你屁事啊 我们在那边下班关你屁事啊齐麦 不是啊高雄有没有台风架啊 不用帮我们放台风架 北北极明年要上班耶 哇优越影好久没看到的老哥25分哦 这么痛哦 这是什么好久不见的见面礼哦 蛤下班了 请问一下我们历时了多久啊 27分25秒 刚来就下班了吗 多多多 好像差不多要关了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且慢 你到底订阅了没啊 还没的话赶快按下订阅的键 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加入频道会员咯 频道会员可以干嘛呢 好像也不能干嘛 可是可以很直接的支持我哦 赶快加入正在 今天打算几点下班 不而不说以我的立场 当然是 能混多久就混多久 第一次跟到这场战争了 哇那恭喜你耶 有参与感有参与感了 我竟然跟到台了太开心了 妈 我要上电视了 现在还可以自主订阅 你那边还来得及啊 等一下被送到就来不及自主订阅了 你那边还来得及自主订阅啊 打算刷新最新记录 所以要开这个时间吗 完全没有 我的最高目标就是 能混多久就是都混多久 这个时间开也不差 礼拜五下班时间很塞车 有人可能还没有到家 真假的 你说我这边出了奇笑了是不是 保罗面包房十份订阅记 那我真的是受不了 多个狗树森榜 老是主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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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字啊 它就是叫记记不是吗 为什么会越来越有一些 原本很陌生的ID 然后突然又变得有点熟悉熟悉 稀查一下 奇怪怎么会突然看到 2020年开始追随 奇怪 真的是对你的名字 没什么印象耶 要准备看EVO 用50份当季品 希望台湾人能进第三天 不是 你要看EVO 然后希望台湾的人可以晋级 拿我陷阱是怎么样 管我屁事啊 你好胆也拿一点相关的人物 拿我陷阱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起来像是有打EVO的人吗 又怎么了 达克又怎么了 达克 不是 有需要这个样子 让另外一个人受伤 而让另外一个人好过吗 有需要吗 我们不能够大家都好好的吗 有需要让月希很受伤 然后去让EVO的选手成绩很好吗 有需要吗 对啊 我们现在很像一个什么秘密的宗教 然后大家再做一个非常古老的仪式 在那边中间画一个魔法阵 旁边放了很多EVO选手的照片 围在那个魔法阵的周围 然后有一群很奇怪的人 围着那个魔法阵 然后一直在捅月希 然后旁边剩下旁边的人 在那边念一些 听不懂的奇怪的咒语 下班神叫 等一下 刚刚都怎么了 等一下 刚刚怎么突然有几下很痛的暴击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有没有看错啊 你这个补气的磁条 全部都是加爆伤的是不是 有人是加那个持续伤害 有人是加血量 你那个是加爆伤的是不是 怎么每一下都超级痛啊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我被献祭吗 老天爷啊 睁开眼啊 让月希去死一死 让我们EVO的选手们可以有好成绩 啊 啊 干啥小辣 干嘛啦 干嘛 哦干 我的C 我的C 我的C